我推想一下 你们家现在家务活 他都不干的吧 都不干 为什么呀 因为从小到大 以前跟父母住在一起 从来没干过这个嘛 哎呀 这个理由太坚实了 从小到大我都这样 那你不会 你可以学啊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 那我现在也在慢慢地在学嘛 你现在学会什么了孩子 用洗衣机 学会了用洗衣机 哎呀 还会什么呀 别的还在学嘛 还在学呢 您会洗吗 不会 他不是不会 他就一愿意洗 反正他要穿饭什么的碗 他就放在那儿 他就说 这碗我不会刷 你把碗刷了 他就这样子的 你们家换灯泡什么的 你会吗 不会 哎呀 你嫁了个什么人呢 孩子 那一开始总想着 他能改吗 因为他每次都说的 他说我会学 我会学 但是他就是光嘴巴说 他也从来不付诸于行动 就是前几个月嘛 我就出去旅游了 回到家 家里面就是一塌糊涂 他什么都不跟你收拾 哪怕你说动一下挪一下 他都没有 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 你赶紧把衣服洗了 我没衣服穿了 你不是学会用洗衣机了吗 那个时候还没学过 前几天才学会用洗衣机 你们家电视你会开吗 电视会开 哎呀 这个不容易啊 哎呀 你跟他从恋爱到结婚 生过病吗 生过 生过 对 那他肯定不会照顾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 现在会了 怎么教会的呢 之前呢 就是有自我胃疼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他说你自己去买点药吃是吧 他就这样 哦 你胃不舒服 他说你自己买药 对 但是他也不是说他不会照顾 因为他以前跟他前女友 他不这样的 那他怎样呢 他前女友感个帽 他都是 就是开一个小时多车 就给人家送感冒药去 就这样 但是到了我这儿他就不这样 那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自己跟我说的 你还老是坦白交代了 你评价一下你老婆吧 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嘛 一点点小事碰到嘛 就一定要跟我争 而且争了嘛 感觉他一定要争赢的 哦 你们俩当初为什么要领结婚证呢 谁提出来要结婚的 谁能告诉我 他 他要催着我领证 你为什么催着人家领证啊 我觉得他比较好会照顾人 那你为什么不一嫁给他呢 一个连雨伞都不会给你打的男人 就是他每次就是说他没想到啊 或者说他就说他以前没干过这些啊 然后就说以后一定会改的啊 然后嘛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期间 他确实感情上面还是比较专一的 就是说也没有说跟别人怎么样 就这样那我 仅仅是因为他感情专一 对 你过去谈过恋爱被伤害过是吗 是的 就是因为感情不专一是吧 对 这个就变成第一重要的是吧 那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说你对感情专一的话 最起码应该对家庭责任感这方面应该是 也是可以的 是这么推论的 对 他的逻辑是这么来的 那会儿就是追我的时候其实还挺会照顾的 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上面啊 什么出去一些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啊 都是他来出去展业或者怎么样的 也都是他干苦力活啊 他帮我扛桌子啊干嘛都还都挺好的 但在一起之后吧就越来越不行了 就慢慢就什么也不干了就这样 所以你是不会呢还是有点懒啊 应该是懒吧 懒啊 这次说了实话了 那我觉得就是他心里面没我 我问一下今天来您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姑娘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说你爱我 也一直说坚持说跟我在一块 但是你为什么忽略我的感受 也不帮我承担这些 你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 我以前跟一直在跟父母住的 一直都是由父母照顾的 好多事情也确实不会做 感觉刚跟你结婚的时候 那好多事情也不是很适应 我现在不是慢慢开始在学吗 有的事情 所以他这个话的意思是 不怪我 怪我爸妈是这意思吧 是 我承认我都错了 但是我不是主观故意的啊 要怪怪我爸妈 我问问啊 这个他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一辈子改不了了 还过吗这日子 你要真一辈子都改不了的话 那你能接受我不爱你 但是还跟你在一起吗 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再多的感情总会在这些小事中慢慢磨灭的 也许以后到时间长了几年以后可能就剩下责任 可能有了孩子以后就剩下亲情 就这样的婚姻你能接受吗 我肯定不能接受啊 那所以啊 那你又不改 这次一定会改的吗 这女生这问题好尖锐啊 从此以后你等着啊 你们俩讨论过生孩子吗 讨论吗 肯定都有规划的 怎么规划的呀 什么时候要吧 今年吗 今年就要 谁带呀 我妈带 他每次就是这样 就是一碰到事情就是说 我说哎呀家里面什么事情 哎呀不行救我妈嘛 就是这样的 哎呀我爸妈怎么怎么样 那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父母年纪也大了是吧 你妈身体也不好 你不可能什么时候 你总想着你父母来 然后你自己你就不去做 累吗姑娘 累 感觉特别辛苦 是